阿婆,只有Twitter 好,回到你了 現在我們是幾點? 不是幾點,是甚麼日子 首先要報一下1月5號 1月5號 確實是遲了很多很多 因為我們跟了黎智英案很多天 今天就好像放煙花一樣 我看到新品是未停過 一直在消化 事實上也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都說過 這件事我們會積極跟進 但我發覺這已經是到我那個 很難繼續積極下去 坦白說 那個頂點 首先我們回來 我們待會慢慢說 其實我們今天也會分兩節 第二節來說 我們請了庫立妍上來 庫立妍會跟我們今天講一個專題的題目 因為現在在大陸那邊 不是大陸 有人傳在大陸 有人造反 有一群紅二代造反 有一個叫袁紅冰的人 就是一個女傲的學者 不是一個女傲的作家 袁紅冰這個人 最近在報章裏面 寫了一篇文章 在《自由時報》寫了半版的文章 說現在在大陸很厲害 現在劉源 想造反 向習近平進艦 這件事 令我想起 我們現在身處在英國的大憲章 完全兩件事 完全兩件事 但令我聯想起 待會我們請到庫立妍上來討論一下 首先我們今天講一下香港 香港是沒得救的 首先我們講經濟上怎麼沒得救呢 明明有些事 大家都看到是不合理的 大家都看到不是出路來的 譬如你說講過這麼多天 由2003年尾到2004年 今個星期 你對於特區政府很重視那群貴客 我們就講那群西客 窮L來的 他就當那些瘟臣 當財臣去請 然後就不斷罵財臣 那這群瘟臣 真是 你現在最令我們失望的一件事 最令香港人絕望的一件事 人家都說明是過來拿著數的 都還要當他們是財臣去拜的 這一下瘟臣 真的 那好了 原來小紅書 其實已經昨天就看到了 喂 我說明窮遊 你都這麼歡迎 那不如我零原遊 我免費遊 就是等N年前的那些大陸佬 就想著用盡個好處 說零團費 都是這樣玩的 是嗎 那好了 這一下瘟臣 他們有些什麼軍訓遊 所謂軍訓的意思 其實是很極端的 總之他現在就是很極端 如果你去旅行 你去旅行 你去旅行 你是享受自己的消閒時間 你是應該開心 應該花錢 但是你不是 這群人當作是另類挑戰 好像想報仇 其實是 他現在不是跟香港有仇嗎 其實是 那就是說 現在他有什麼叫職日遊 這個不意外 軍訓遊 社區深度遊 總之 什麼遊都好 就是不用錢 甚至乎現在教你們免費遊 那為什麼免費遊 你不是乞衣 你不會這樣做的 我覺得是 如果你這樣說 就吃二手飯了 是啊 所以我以前也見過 就是 你密記很多人 吃完餐之後 薯條不吃 真的會有些大陸人 就霸著那筆本包薯條 然後就好像在那裡消費 那樣 然後拿自己的家 帶出來的食物 就放上桌面 就在那裡吃 嗯 不止 甚至是 一個人 就去買那些 大家樂一人火鍋 其他人 真的很瘋 真的 用山姆超市買的東西 就這樣加送 真的不知醜 你這樣對香港 我覺得他們這樣唱好香港 唱好什麼香港什麼故事 唱好香港被人找笨蛋的故事 是嗎 其實你會吸引到什麼人來呢 我們經常說吸引力法則 嗯 嗯 扶街磁石 是啊 你不要怨自己是扶街磁石 首先 你就是招來那些扶街 等於你說如果你想要真愛的話 你就不要太派錢了 大哥 你不要把錢都塞在別人的手袋裡面 你不斷塞在別人的手袋裡面 你不要說你沒有真愛 嗯 因為你就是用錢賣回來的 嗯 對不對 不針對個別人士了 是嗎 即是有些人 或者是港女仔 喂 如果你即是你出街 是吧 你又要低胸 又黑屎又成 你不要說別人看你 是啊 然後又怕別人看虧了 這樣啊 喂 你自己穿到這樣 你真是你不怪別人看的 是嗎 喂 你也是想別人看的 不是啊 你見了阿斌奇珍 就是欣賞而已 是吧 阿斌奇珍水 喂 他來香港我打蠍蝶的 我來夾Bang彭吉他的 不是啊 那我就穿一件羽絨下來 你穿到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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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別人看虧了 那你算怎樣呢 其實是 啊 那你不如你去那些佛寺 考驗一下那些 那些和尚啊 大哥 真的是 這個肉袍團拍過的 蕭先生想過的 這個就是叫吸引力法則 如果一來 就是銷自己 就是怎樣呢 又說什麼免費啊 又說有好處啊 又說有好處啊 你不好玩地拿你的好處 是你自己請回來的 你瘟神 你說的你香港夜偷樂 我覺得已經好笑了 夜偷樂是什麼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大陸人看不明白這個韜字 那個響字來的 響現的響 不是啊 這個叫老韜的韜 不是啊 我剛剛才查完中大字典 不是啊 你說那個韜字是 上面號字下面加一個食字 是嗎 是啊 你的考證有些問題 我記得就好像是韜 不是 無論如何 然後他就教你免費吃大餐 那張券是一百元的 一百元 一元都不要多 就花一百元 然後有八上八間餐廳 哦 難怪了 你去美心 因為原來美心是大贏家 原來是 但是美心現在都說 看不到香港 就是你吸引了這些寫客過來 可以吃兩碗大碗的燒鵝飯 熱奶茶 凍檸茶四件套 足足夠兩個人吃 嘩 比香港還要 只有遊客才能領取福利 是什麼呢 用大陸手機號號碼去登記 領取優惠 就九十天有效 只能夠領取一次 這些就是阿興在香港 在這裡銷售的茶餐廳大餐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買幾張大陸手機 再回來就可以了 是啊 一起跟你玩爛去 即是你大陸人這樣玩 不如我們香港人 又這樣玩爛去 但你香港人 其實是不值得的 就不甘心 跟大陸人這樣去攬炒 不是的 你做到很便宜 即是你便宜便宜 我上班 我做多幾個中學 可能更好一點 好了 那接下來 點餐時要注意 控制一百元以內 就是啊 你不要以為 你給一百元他洗 他會洗多一點 覺得口渴 然後再買多一杯凍檸茶 說抱歉 就是你給一百元 我就是洗 那一百元就是洗盡去 最好帶上飯盒去 吃剩下就掃上飯盒在裡面 是不是 然後第二餐再禮過 你不要說我說 一定是這樣做 就是吃這個多豐富 最後不用花錢 免費就吃了這一餐 關小良也看了小紅書 那些油港攻略 他說計了一條數 如果虧了十一元給香港 是很不值的 很不值的 但是你請他吃東西 你請他吃飯 他會不會感恩 不但不感恩 你請我吃飯 為什麼你不請我在這裡住 為什麼你不請我扎刑 這些客人就是這樣 香港人想小紅書 那個問 大哥 住一晚酒店 真的很貴 然後他們又反過來 罵你 為什麼香港酒店這麼貴 一晚可以花他半個月的工資 多謝各位網友 寧願課金給我們 都好過在香港 花費的書心得多 所以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我們在假期的時候 反而更多人聽一點 好了 還有一個 這些你在大陸 雖然大陸你會見到水機 但是大陸的水機 被人拿來吐痰 就不是被人拿來泡水 你給水機 人家都不敢泡水 在大陸 但是香港的水乾淨 難得 有多少拿多少 但是其實我猜 這些都是有原水的成分 應該都是 沒有的 香港的水機是OK的 尤其是在郊野公園裡面 他現在都裝了好幾個 那些智能水機是OK的 我臨走的時候用過 美心有瘋燒鵝 那些是燒鴨 燒鴨扮燒鵝 大家去看看 如何拿你的好處 他就會如何拿別人的好處 因為 我想在意大利 意大利很多噴水池 就是這樣泡水 那你本身說南歐地區的水 都說是清澈的 本身是可以直接喝的 這就是叫摺水攻略 還有 就是憑護照通行證 就可以領取這些 哦 就可以領取這些 遊客才有的優惠 但是你要想一下 免費坐機場快線這麼爽啊 好貴啊 機場快線 三十幾元 機場快線啊 機場快線是六十幾 我以為你說的 A車 A車是三十幾元 啊 哦 不是啊 他現在坐這輛 好像是什麼 巴士 巴士 A車是三十幾 我記得是 就是龍運巴 是啊 哇 這樣也可以 這麼爽啊 原來 但是你給這麼多好處 他不會多謝你的 他就是在怨你 為什麼你不聘請我住酒店 為什麼不給多一點 為什麼不請我住酒店 啊 今天過境香港回家 回家 是回家 是回家拿大 還是什麼 回家 回家 真的回家 不是啊 機場的 應該不是那些深圳客 這些人是有錢的 有錢啊 都寧願去那些浴室啊 在機場 哦 他不是坐飛機回去啊 不是說坐飛機回大陸啊 他純粹因為呢 他有旅客優惠 專門 就是坐這些龍運巴 就去機場 機場呢 就有好處 可以拿一些什麼啊 可以 可以拿一些 哇 洗浴液啊 吹風機啊 一應俱全 在裡面洗澡啊 全身舒服啊 有沒有牙刷啊 我想他用完之後 為什麼沒有牙刷啊 不牙刷啊 你請得我 請得我洗澡 為什麼你不請我擦牙啊 真的 那他們現在還流行一件事 我不知道這個叫什麼字 什麼羊毛啊 是不是 是不是刮羊毛 還是怎樣啊 總之呢 我現在看到小紅書 有一些攻略叫做 香港羊毛 香港不知什麼羊毛 公略 就教你怎樣呢 拿盡那些商家免費的優惠 就是說呢 海港城呢 偶爾有些試食啊 或者是呢 不是香港不是什麼 就是 City Super有試食啦 海港城有些免費的化妝品啊 免費那些一包二包那些呢 那些洗頭水啊那些 是不是 拿盡它 去半價買全日湯 啊 然後推出馬會 這個什麼 馬會戶口攻略啊 是不是 那麼好了 明明開著那個門 去做生意 看著人家 怎樣在那裡呢 就是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濫用你的福利 一元都不用 不覺得被人找笨的啊 這個狠狠啊 新思維 這個人叫什麼 崔定邦 是不是 新思維就是 啊 敵志遠的朋友 是不是 民主派 我好羊毛 根據這個百度知識的說法 就是 舔到盡 舔到盡 香港舔到盡公糧 是啊 就是當你羊姑 是不是啊 真的當你笨賊 香港找笨賊公糧 嗯 這個 好了 這篇報道 是星島寫的 星島寫的 有同事認為 有意見認為 嗯 旅客拿這些消費券 不是偷騙拐騙 這些什麼同事 那真的不是偷騙拐騙的啊 是你李家超擺明 就是要豪比那幫窮西的啊 好了 我們聽一下旅遊業界怎麼說 這個不是旅遊業界 好像是代表旅遊界 去爭取權益的人啊 是不是啊 旅遊促進會 總幹事 趨定幫 這個人去說什麼啊 他又說啊 喂 有攻略這些東西 不出奇啊 香港有很多的攻略 教人怎樣拿優惠 拿優惠 不是來喝到盡啊 香港是純粹告訴你 例如 如果你出去 部機那裡 拍一百塊 可以便宜兩元 那些東西 香港人要的是 這個全家產 這個港姦 還要拿公公婆婆 來過招 什麼兩元去連堂 拿來做比喻 全家產 人家公公婆婆去連堂 都會給兩元啊 你現在一元都不用啊 說你領到盡啊 趨定幫 你這個港姦 打開門 然後被人家找笨賊 啊 怎麼便宜玩 一月都日便宜啊 不是不用錢啊 現在你不用錢啊 全家產 趨定幫 唉 我不認識你啊 本身是 又跟你無仇無怨啊 你說話太狠狠了嘛 兩三個月之前 我們都還在說 70元玩三日 現在連70元玩三日 都嫌 一元都不用啊 啊 不可以說呢 經濟模式 或者消費模式 有改變的 過夜客減少 主要因為 香港和深圳 已經人民往來 購物一體化 車程縮短得很快啊 深圳高鐵 才12分鐘 我寧願給高鐵 都不給你香港 任何的商鋪 高鐵很怪啊 高鐵夠幾水啊 夠幾兩塊水啊 是不是 哇 即是你現在 就是花錢 下來一分錢都不用 快過回將軍 還在問啊 啊 為什麼深圳居民 要在香港過一晚呢 是啊 你也知道啊 那好了 那趨定幫 現在這樣說的話 就蓋了田北臣一巴衣了 田北臣昨天才叫 這是香港酒店業要檢討一下 你明知道這幫人不會過夜 不會過夜 更加不會花錢 然後你還非常稀罕他們 現在李家超 還說要擴大那個叫什麼 Осigen自由行啊 那你鄧炳強 那一名林 Gemeen 胡說就開始說了 延長通關時間啊 沒有的,你這樣搞法,你搞到香港又是人逼人,又找那些什麼行李箱,又不會給你好處 你不會說普通話,他又罵你不會說普通話 然後他又拍你的影片,放上小紅書又會唱衰你 顏寶剛就更加這樣說,你現在這樣走到全面通關法,我真的沒有必要再住在香港 甚至是說,原本那些二十零三十歲走不到,決定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人上智業 這麼歸我回大陸住,連香港人都回大陸住的,為什麼要在這裏 李華王又說,不如香港人上去零原油行不行,沒有 香港人上大陸是覺得一樣東西便宜和抵勝,但都會花錢,不會像你現在這樣 沒有,你見BBC都有一個報道,訪問那些經常北上去消費的香港人 他們都很強調一件事,我是有想去花錢的 他說在香港,我隨便買一杯珍珠奶茶,三十幾四十元 我想到去八元就有一杯禍,是強調這件事 你看,阿崔定邦說,你覺得沒錢賺而已,是因為你悲觀而已 你看不到柔智及興的好處 你看不到好處而已,他就說,不是啊 即使是那些來回,那些深圳居民 正正就是現在政府業界很想重啟一簽多行的旅客 即是現在為香港經濟,零售業救忙,救到忙嗎? 你現在貼錢給別人用啊 他在說這些叫長遠投資 長遠投資,是嗎? 香港需要短途遊客,甚至乎超短途 然後呢,即使現在那些是窮遊客為止 他們現在窮而已 華蘭賭配,但又不會發達的嘛 如果他們在樓下很印象的話 他們很喜歡香港,真是喜歡香港 未來他們成家立室 再下一次來香港的時候,就未必是窮遊 你抱歉,你真是狠狗 你真是完全不明白這些窮欺心 喏,很簡單的 一個窮人發達之後 他不會念舊的 有了錢,就不會去那個昔日窮遊來的地方 他覺得這個地方是窮遊 就永遠就是他落爛的時候才會來的地方 當他有了錢,他就會去日本、韓國 去歐洲,怎麼會記得你香港啊? 所以很有趣的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1月1號、1月2號說石川縣大地震 這個日本NHK電視台特意要做這個普通話廣播 有錢的大陸佬現在是去日本的 沒有錢才來香港的 哇,你這個趨定幫你的佬真是裝屎的 真是,很歡迎有這些攻略 你聽到你火不火啊? 哈哈 很歡迎有這些攻略 不如你請他去吃飯吧 沒有的,一個他,一個田北辰代表商界 你代表我說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 繼續承還旅客的話題 最怕別人不說的 問題就是你兩個人 究竟有沒有真金白銀放在香港做生意的 你說這些東西 最怕沒有人提 第一 又是提到你也沒有什麼好東西 就算提到,小紅書 你現在這些媒體全部被你們說了事 一是星島,一是01那些 被你們做了新聞 你現在就算你報回小紅書 那些都是負面的 要不就是他怎樣拿你的好處 要不就是你態度不好 不懂說多謝,不懂說普通話 是這樣啊 你請他們來,他們不感恩,還要唱衰你 你說好香港故事 他一邊拿你的好處,一邊唱衰你 窮遊也好,便宜遊也好 哪怕你轉機來香港也好 即使你下街吃一個脆話也好 最重要是記得香港 嘩,你悲不悲微一點啊 你不會太悲微啊 人家說你一下 那你現在是直接 你是坐冷板椅坐了很久 讓我碰一下球啊 是吧,沒所謂的 你讓我跟著隊練一下球 我做一下你三包都沒問題的 是吧 撿一下球仔都可以的 嘩,你真是 這個不就叫折墮了 現在不是 那你現在派過一百萬份那些 一百萬份 最慘呢 你這樣賣大包都派不完 阿伊珊就說了 日本高尚柳區 都不知道幾多強國人不止啊 你問阿馮同學 Chiswick啊 車路士啊 現在多謝大陸人啊 嘩,你真是垃圾 好啦 跟著啦 我們不說話了 我們交給大行怎麼說 現在你推廿二十四小時通關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好處啊 我們正常人 我不用瑞銀說 我們一早已經說了 我懷疑瑞銀的Banker 是不是聽過我們節目 真的 是吧 你現在你說呢 增加二十四小時通關 是對香港零售和酒店業 負面影響 你說酒店業 田北辰叫酒店去反省一下 為什麼你收得這麼貴 人家那些什麼 大陸那些什麼酒店 金光華隔離附近那些 人家五酒水一天 那難道你半島就收五酒水 什麼五酒水 百四而已 那些 平成這樣嗎 是啊 我不知道 你半島可以收兩酒水一天 你現在半島也不收錢 給你摩尿 給你抹手 然後他說 這個是十月份 香港陸路離境 五百五十萬人 喂,大陸走的又這麼多 假設人均消費五百至一千 估計十月份 就已經有二十八至五十六億的本地消費 流入了來地 失血 輸血了給大陸 大陸又不會多謝你的 他反而覺得 你令到他們很反感 現在你反過來一件事 大陸強調的是 我們提供的服務比香港好 而且比香港一部便宜 因為我們厲害 不是因為你給我錢 不會多謝你的 因為我們厲害 我們厲害 我們厲害 他們下來 他就是施捨你 即使不用錢也好 我下來 你也會多謝我 我便宜、窮遊也會多謝我 所以剛才那個崔定邦 你真是 唉 講奸也不止 你香港的恥辱來的 真是 你有什麼茶餐廳呢 你還要跟那些傳媒一起 走去踩香港的旅遊和零售 喂大哥 你說 即是 經常都很強調一件事 你三十多四十元一個餐 你期待什麼服務 幫你含了錢好不好 唉呀 這些真的是瘋了 這些是 然後佔香港整體的零售額 失血了去內地的那些 現在你28至56億 其實是等於香港的整體零售額 8至16% 不斷狂輸血給別人 還要24小時通關 那你就24小時失血了 你老母 李家超 你這個笨賊 那沒事了 好了 由於基數低 所以預期 即是正增長 明年就正增長 蝕到洞 蝕到洞 明年就應該會有正正增長 這樣說 那是不是呢 那 我又不是很敢樂觀 因為現在呢 如果你真是 想這一班人做你財神的話 那你可以 你可以 你做店舖的那些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又很沉迷去搞那些什麼呢 又是搞那些地標經濟 四面佛 現在說在九龍城 搞太繽紛了 所以搞到四面佛 昨天關少良才走過來 說沒有這個螢光龍 夜光浪 夜光龍 那好吧 現在搞四面佛 喂大哥 好啊 你小心點 因為四面佛 這些東西 就易請難送 很邪的 是啊 玩碟仙好不好 是啊 你搞四面佛 你看看哪裏肯放 你看看有沒有時間保養 你讓遊客人摸 然後你摸掉了手 你看下跌怎麼辦 其實 不是普通環神可以搞得定 這些東西 純粹你想搞 九龍城有很多泰菜食 就不等於它不是一個萬谷的2.0來的 不是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 九龍城都有清真的 九龍城都有越南東西的 不是單純泰國的 是東南亞 這些就是叫做 叫做什麼 深圳都有一個叫做世界之槍 一種世界之槍思維 其實也很顯示 你怎樣看女客 你是很侮辱女客的一個 一個 一個這樣的思維 你放在四面佛 那些人就會主動來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這些東西你是人為的 這些東西就是人為的 沒有意思的 這些東西就是假的 你世界之槍 會不會因為 全世界那些 山寨野在那裏 會吸引很多人來 不會的 關少良問 不如出了 夜光耶穌和夜光佛祖 是啊 他搞完這個四面佛之後 覺得沒有光也是不行的 就是要發光四面佛 是啊 然後你就說 那些什麼恩福堂 講福堂 那些就是夜光耶穌 那你要響應夜繽紛 什麼東西都會發光的 啊 就是夜光狼 夜光佛祖 夜光耶穌 夜光十字架 夜光習近平 啊 那之後呢 會不會是 阿成哥呢 在大埔那個叫什麼 啊 慈山寺啊 慈山寺啊 有夜光觀音 是啊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夜光李嘉誠 喂 真的 我李嘉誠才不會陪你這麼瘋 真是 夜光關公啊 好多人害怕啊 大哥真是 這麼瘋啊 真是 哇 夜光谷花 夜光谷花 是啊 真是瘋子 你說 有什麼辦法 就是 有什麼辦法不絕望 但是你整天如果你說 很戒懷的話 你是會心臟病的 嗯 那你又為了 你自己沒有眼視乾淨 索性不理 是不是 很坦然地面對 看笑話 不看又大又不行啊 因為你出街 你就會看到這些傻瓜地標 最慘的是什麼呢 晚上被那些夜光的東西殘住 都不知道搞什麼 是啊 你現在真的很瘋子 真的 就是 現在你真是 講之將亡呢 就好 零射多妖孽的 現在是 李家超鄧炳強 本身就是妖孽來的 你真的 是的 有沒有生意 看不看好前景